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Sugiyaki United 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看一下 纽约的冬季国际 罗里塔日这么一个茶会活动 你也许不知道每年的 6月和12月的 第一个周末都是 可能是什么罗里塔协会 制定的国际罗里塔日 就是罗娘们可以 聚在一起然后欢庆 自己的这么一个 时尚爱好的这样一个节日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去聚会了 所以呢我们纽约的小伙伴 每年的12月第一个周末都会 举办这样一个茶会来庆祝罗里塔节 而今年的茶会主题 是一个格林童话 也就是白雪与红莓 Snow White and Rose Red 而我的搭配主题如你所见 当然就是白雪啦 对 然后这件裙子是来自 这样一家复古洋装店 是一件蕾丝的OP 是一个像我所说 很有骨灼感 然后又很有罗里塔元素这样一件 Fusion 这样一件混搭的连衣裙 然后我选择了这样一件裙子 还有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袖子 以及全身上下都是很多蕾丝 纱还有缎带这样的细节 让我感觉 少女感 少女感很强也很华丽的感觉 而我的搭配呢就是以在森林中漫步的这个童话少女 以这样一种形象来创作 所以我加了很多花的元素 包括这个花环是来自Innocent World 这两个花家的话来自Kaneko 而唇色的话是我刚刚趁这个黑武打折买到的阿玛尼红管的200 对感觉薄图是一个很有 就是会有点红 但是又不很艳 就在我心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复合 古着以及童话少女形象这样的一个颜色 最后我想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我手上并没有戴手套 这个怎么讲呢 用英文这就是Anti-Climatic 是吧 就是形容一个情节 你做了很多铺垫 但到最后 就是没有发生 是吧 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裙子本身已经很华丽 然后有很多细节 如果再加手套的话 感觉会太像花架 就会很像新娘子 所以我决定 最后还是选择通过这个花的元素 来增加一点这种童话气息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搭配到了最后 并不是元素堆砌 并不是加法 而是一个减法 在你选择好你想要的look之后 你要把不必要的东西减掉 要有勇气去做这个cut 我觉得这样的话往往会有比较好的搭配 最后在出发之前 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猜一下这个茶会现场 你猜是雪白更多还是红霉更多 我觉得应该是白的多 因为茶会嘛 大家应该会穿一些比较偏华丽款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华丽款里面白色很多 但是红色很少 所以我猜 我还比较有自信 我觉得现场应该是白色比较多 好的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茶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一个叫做乒乜 几位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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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和洗手 有四分之后 一切都是黄色的 不得生肌 什么 小龙 or read to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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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read to her